你出去啊 你别整我家 你咋东西 咋玩东西 男子不满邻居的议论 一气之下就去做了亲自鉴定 这一做不要紧 和妻子离婚之后 养了11年的儿子 竟然真不是自己的 视频中男子怒气冲冲地将桌子掀翻 而这一切的原因 还要从一个孩子说起 张先生难言尴尬地告诉记者 2007年的时候 经过别人的介绍 认识了现在的妻子 一般通过相亲认识的 基本上都是闪婚 而张先生也不例外两个月就结婚 用张先生的话来说 两个人认识的这两个月 并没有太多的感情 既没有花钱月下 也没有一起逛国际 有种走个行事 走个过场的感觉 于是张先生来说 这段婚姻是失败的 结婚后两个人 更是长期分居的状态 幸好婚后九个月 他们就有了孩子 张先生本以为有了孩子 肯定能够缓和夫妻之间的关系 没想到是与愿违 两个人还是和之前一样 长时间的分居 2012年的时候 妻子终于忍不住提出了分手 张先生却觉得两个人还有孩子 感情不好可以培养 于是就没同意离婚 最后在妻子的软膜硬炮之下 张先生还是同意 就这样张先生一个人抚养孩子长大 一转眼孩子已经11岁了 身边的流言蜚语也多了 很多邻居说 这孩子怎么越长越不想你 一开始张先生也没当回事 但是说的人多了 谣言也会动摇人心 今年吧 有很多人都向我说 他说 看着你孩子怎么越长越不像你了 有一些风言风语 于是张先生去了一家权威机构 做了亲自鉴定 鉴定结果出来之后 一家人都傻眼 这个消息对于张先生一家来说 就像是一个闷雷 让他们心里很不是滋味 张先生一直想不明白 以至于有点抑郁的状态 张先生告诉记者 毕竟孩子是无辜的 他还是像以前一样对他 当然这些都是场面话 现在的问题是张先生也都年近40了 如果再想要结婚生子 前妻的孩子应该怎么办呢 更让人担心的是 这个孩子各种行为都越来越过分 张先生现在的诉求很简单 就是把孩子给前妻 并且赔偿自己这些年付出的青春损失费 那么这个责任到底谁来承担 张先生告诉记者 他和前妻已经有七年没见 但是经过打听 得知前妻已经在家 目前在安徽生活 随后当着记者的命 张先生给前妻打去了电话 然而电话没有接通 记者也尝试拨打 还是无人接听 张先生说也曾找过前妻的家人进行协商 对方也曾说要收下孩子 并支付张先生三万元以作补偿 事情是不是这样呢 记者和张先生一起来到了前妻的父母家 可谁知还没开始协商 就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很明显前妻的家人 很反感见到他 而前妻妇更是放下话 自己没有这样的女儿 并且要求张先生不要过来纠缠 看到他们情绪这么激烈 张先生只好先行离开 之后记者通过咨询律师 告诉张先生现在的唯一途径 就是走法律程序 要求前妻带走孩子 并且支付张先生这些年的损失 看到这小编不得不说 这个张先生真是一个大冤状 人到中年不仅没有媳妇 就连孩子都是别人家的 真是太惨了 好 感谢观看